非常重要的大事就是由我们芒果娱乐 为TFBOYS亲力打造的校园题材电视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 昨天是正式杀清了长沙的拍摄内容 那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 这是一部描述棒球少年成长的故事 那这最后一天的戏份当然是最重磅的 那昨天TFBOYS 王俊凯 王源 易洋千玺 以及薛之谦等几位主演 是齐聚长俊中学的棒球场 为前来探班的媒体团和粉丝们献上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棒球积蓄 3 2 1 开始 进好了 进好了 明天就要打比赛了 喜乐没有我们赛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下这场比赛 昨天下午由TFBOYS薛之谦主演的电视剧 《我们的少年时代》在长沙进行最后一次探班 这也是在长沙拍摄三个月以来的最后一场戏 棒球训练 因为接下来剧组将转站南京进行拍摄 还有我们 还有我们 在这个点就说了 一起说 对 还有我们 对 还有我们 从9月5号开机到昨天12月5号长沙站拍摄完成 整三个月的时间 TFBOYS仍在长沙完成了第一次成组拍摄 度过了各自的生日 也学会了如何向一个棒球少年打棒球 现场TFBOYS就和担任体育老师的薛之谦一起训练 看这姿势只能说必须给满分 会找老师练了一下 就其实之前都是拍一些文戏 最近才开始拍一种室内的室外的戏 看着这三小只组合身穿棒球服朝气十足 瞬间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 话说拍戏是十分累的 但时常找点乐趣缓解疲劳是不错的方法 现场三小只中最闲不住的王源趁休息时 邀请拍戏小伙伴一起打篮球 看完几轮下来也没看见他们头中几个 但就是这举动让大家从中感受到快乐 16岁年纪该有的活泼积极向上 也正是电视剧我们的少年时代需要呈现给观众的 青春校园追逐梦想的主题 也是该剧从开机至今热度不减的原因 明年播出后想必会让大家引起一阵青春怀旧风潮 先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不得不说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快 还记得三个月前给几位主持他们的开机仪式的时候 看他们一个个都是信心满满进组 那三个月过后呢 我们长沙的拍摄暂时告一段落了 所以说接下来希望他们在之后的拍摄当中 也是一切顺利